阿 誰啦 輕輕觸碰 就能聽見熟悉的歌聲旋律 回繞耳邊 曾經空洞60至70年代的 搖滾樂團劈頭4 他們的創作樂曲和影像 在台灣完整呈現 塑成展覽的幕後推手 包括資深樂評人馬仕邦 和歌手瑪莎 除了分享投入展覽的過程外 還搬出家中劈頭4相關珍藏 和樂迷分享 希望可以讓台灣的 不管是不是Beatles的樂迷 或者是你只是聽過Beatles這個名字 都可以看到這個展之後 知道為什麼Beatles會是Beatles 然後再認識他們更多 更深入一些些這樣子 We are living the yellow suffering 台灣創作歌手維迪安 在現場特別來一段經典歌曲 因為他從小就是樂迷 第一次接觸到Beatles 是因為一首歌叫做 Yellow suffering 黃色潛水底 然後就是在幼稚園的課堂上面 就結束之後就帶兩包畫 所以就畫了一個黃色潛水底 從18號開始為期兩個多月的展覽 超過250件展品 不僅以靜態呈現 展區也加入不一樣的創意 展覽中除了可以看到Beatles 過去的記錄照片外 還有著著名的專輯封面 A.B.Role 可以讓民眾來體驗一番 B頭4 創下自己寫歌 自己唱的搖滾樂團 成為幾十年後 流行樂團的主流規格 無論在世界尋回演出 樂團經營等 都為後期的樂團創造先例 有的團的音樂 因為你聽了會覺得有宣洩的快感 有的團的音樂是比較冷的 我的姿態是比較叛逆的 但The Beatles就算是在最墮落的時候 就算是在最黑暗沉淪的時候 他們仍然是墮落的天使 我覺得他們的音樂是天使的音樂 經過50多年 P頭4的魅力不減 不只音樂廣為流傳 透過展覽 也讓樂迷更了解P頭4 在音樂背後的故事 張社記者張志燕 吳一玲 台北報導